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這個月初才剛剛開放了4G 第四代行動通訊執照的競標 最快明年台灣就有4G可以上路 不過行政院政務委員張善政 今天卻喊出 台灣要發展5G 可行性如何 將會為台灣的行動通訊 帶來多大的變革呢 今天編輯台時間 我們來深入探討 邀請到的是 聯合報經濟組的資深記者 彭惠銘 惠銘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的 在政務委員張善政 特別喊出這5G 台灣也要發展的時候 大家不免要特別關心的 就是說 接下來這個5G技術 在南韓13號喊出來說 他們已經掌握了核心技術之後 台灣能不能夠跟進 而且可行性如何呢 我覺得這個到現在 已經不是可不可行 因為你看2015年 台灣可能會有第一個4G服務上路 可是2020年5G 這個技術就要上轉了 所以從4G到5G 等於我們最近就有5年的時間 這不是可不可行 可能對我們的廠商來說 就是勢在必行 它非作不可 不然的話 以新的技術跟新的設備 馬上跟進來 可能就會直接把4G 淘汰 甚至有人曾經提出過 4G可能是一個過渡型的技術 雖然我不覺得4G是過渡型的技術 但是對於5G這個東西 我們還是可能 就算我們不是國際電信聯盟 我們可能還是要注意它的這個規格 跟技術的發展 但是大家也特別關心就是說 現在台灣竟然已經開放了這4G的執照競標 那預計明年要上路 那會不會說 您剛剛特別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會不會說台灣的4G一旦上路之後 就不到可能不到一年兩年的時間 馬上就被淘汰 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嗎 我覺得台灣現在也有在做4G的時候 可能要有一個心情就是說 這個4G我們要作為可以馬上過渡到 將來晉升為5G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階段 雖然它也許不 它可能不會是個過渡型的技術 但它必定要在這個部分上獲利之後 廠商才會繼續往上升級到做5G這一塊 所以台灣的業者要考慮是4G除開是打電話之外 我們還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吸引用戶接著下來去使用5G